中文字幕 李又或許 大約Gina 攝影師 中文字幕 李又或許 任務2 拉力氣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拉力氣 去鍛鍊不同的肌肉組 拉力氣有三種玩法 第一種就是雙手放在空前 手持拉力氣 然後貼手zon 保持胸口挺直 然后将它左右拉开 这个拉开的动作是锻炼我们的背部肌肉 可以改善我们的身形 亦都可以改善行路的姿势 我们是可以用这个动作的锻炼 改善航背 第二个玩法 就是将双手放在肩膀那么高 将拉力保持一定的拉力 然后我们将双手举高伸直高过头 保持拉力 然后弯曲手肘拉回来 肩膀那么高 重复去做 我们这个动作是可以锻炼到我们的手臂 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背部 第三个动作是锻炼我们的背脊 首先我们就是双脚 肩膀那么阔 然后眉曲 腰向前眉弯 然后双手伸直 保持拉力气的拉力 然后曲手肘 手肘向后面 利用背脊收缩 将手罐拉上去 然后当我们吸气的时间 我们伸直回双手 保持拉力 再来呼气向后拉 锻炼我们的背部肌肉 和我们的核心肌肌群 以上动作十下为之一组 我们重复三组 我们现在马上去看片 看看如何制作这个拉力气 材料有两个铝罐 剪刀和橡筋 小朋友在用剪刀的时候 记得要在家长的陪同下用 第一步先在两个铝罐的底部剪一个洞 记得用剪刀去剪孔的时候要小心 剪完那个洞之后 那边会有一些锋利的 大家可以用胶纸去黏住那个洞的旁边 将橡筋穿过两个铝罐的洞 如果家里没有橡筋繩 大家可以用平时用开的黄色橡筋 将它们一条一条地绑住就可以了 然后可以利用剪刀去将橡筋在洞里夹出来 另一个类罐也是同样的做法 将橡筋穿好两个罐之后 将橡筋绑在一起 这样就完成一个拉力气了